大家好我是老万 给大家看看我昨晚的住车地儿 我把车停在一个创业园的旁边了 这个地方是一个断头路 所以昨天晚上很安静 大家都知道服务区是干啥的吧 就是给我们这些开车的 开大车开小车的旅途中的人休息的 但是有一个服务区呢 这些不开车的人老往这跑 号称是网红服务区 我昨天住的车的地方离着很近 然后就有我们车友说 帮我们去那网红服务区看看 拍些照片 拍些视频 所以我就出发 让你们看看究竟是哪个服务区 这么有魅力 哎呀 走得走喽 刚才你们看到那个牌 是对面的服务区 不是那个网红服务区 你们可千万别走错了 我经指导说要在前面掉头 我们到了 我现在就带大家去看看这个网红服务区 你们看看这服务区人多多 车多人多的 这绝对是大服务区了 我刚进来的时候 这停车场基本上都是满的 这下午走的差不多了 我是做了功课的 这个服务区呢 大致分这么四大块吧 第一块就是停车 什么卫生间啊什么的 这都是其他服务区也有的 剩下的这几块就比较牛掰了 为什么这些不是赶路的也会跑到服务区来 就是附近的人吧 因为这个服务区有一个很大的商业 能吃能玩 这是第二块 第三块呢 这里边还有飞移的艺术展览 这个也是我没想到的 最最牛的是第四块 就是这个里边既然有一个苏州园林 所以接下来大家就跟我的镜头去看看吧 我现在在这里面就是我说的那个商业 给大家简单看一下 这就是 вообще这些西方的银河 其实你们就打енным一些 我这个也没想到 你没有给arré 这不是贤那还挺多的 这是你不是贤那ith的 吃药 jjw 以后 i 好 Dont 会 继 thread 每等 我 这 不 我去这里边到底是科幻馆还是电影院 星际探索 这里边也太震撼了 星际探险科技体验中心 我现在已经是彻底被震撼蒙了 这个里边是一个科技体验的 就需要买票 我们还是继续逛商业这块 这绝对是一个吃货的天堂 二层机器人总体餐厅 这边是一个大的超市 缺什么都可以在这里边买 这个里边就是我说的阳城湖飞夷文化艺术中心 在这里边不但可以买东西还可以逛 就是你会让你觉得自己特别有品味 飞夷匠心锦绣中华 这个场馆特别的大 以后给大家拍完了之后我要自己来好好的逛一逛 记不记得我在拍自博博物馆的时候我和大家说过 我说呀 现在旅行如果你没有文化的话 你可能很多地方你都看不懂 就是真的还是要积累一些 这个文化不是文凭啊 你就比如说他前面的这些 苏式的建筑啊 看模型 包括后面的古琴 还有这个 这个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告诉我的 这小胡多漂亮 太美了 这是苏绣吧 看这么大个地方 摆几个苏绣 摆几个不老虎 有感觉也挺瑞幸啊 如果你们没看我视频的开头 你也敢想象这是在一个服务区里有的吗 所以说这是最牛服务区肯定是不为过的 看一整块 前三个我都说了 可能你们就要问了说那苏州园林在哪呢 您别急呀 现在就带你去看 我们现在出来了 看这个大镜面 漂亮吧 还有猫屎咖啡 平静的水面 然后来个小亭子 就这感觉你就说到不到位 我觉得这个服务区建的比很多景区还好 接下来就是带你们去看苏州园林 还有肯德基 看园林踩漏尖尖叫 从这的感觉你看像不像苏州园林了 准处准备接受震撼吧 哎小门咱们往这里边一走 你看别有洞天吧 这小感觉 beautiful不beautiful 哈拉哨不哈拉哨 太带劲了 我晚上要是房车可以停在这里多好 太漂亮了 大姐这个服务区就是全国最牛服务区 太漂亮了 是吧 也确实是特别漂亮 我走了全国这么多的服务区 而且这个里边可能全国没有第二个像它这么全的了 对对对 行我再看看啊 谢谢 看这边太漂亮了 流水潺潺 这个只是它苏州园林的一个院 那边还有 我们刚才是从这往这里转的 现在我们从这往这边走 这边还有个小院 但这个小院呢 就没有那边那么豪华了 但是感觉也不错呀 看看带劲不 从这儿 信步的走上这个台阶 然后我就溜达 我就问你 就这种感觉 它不香吗 好了今天视频就给大家拍到这儿吧 我就想告诉大家 在阳城湖服务区停放车 香 没有给老万点关注的点按关注 已经点关注的给老万来个评论 拜拜 我们一起防车游遍中国